咚咚咚 敲门了 敲门这个敲字怎么读呢 今天我们一起看着音量 给大家拼读一遍 第一个 这个超简单 我相信同学们你肯定听过了 它的发音是 好 看中间这个 这个呢 发音呢 读 这个发音很短促 发现了吗 很用力读的是吧 发音是 好 最后一个 这个超简单 是吧 好了 同学们来 我们一起拼读过去 就是 好 这是音标 这个音标看上去还是挺简单的是不是 重点来了 很多同学呢 是看这个单词的时候 感觉有点困惑 不知道怎么办呢 觉得很困难 其实呢 也不难啊 我们一起看到这里 首先呢 第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K 这个字母K呢 是不发音的啊 通常来说 当这个字母K和这个字母N在一块的时候呢 它就不发音 因为当这个K这个爆破音遇到这个辅音的时候 通常呢 前面的爆破音呢 会略读掉 其实就相当于不发音一样啊 来 所以就上下这个了啊 发音 来 这个字母O呢 发音 当你听到这个O这个读音的时候 对应的字母肯定是O这个字母 好 后面还有个字母组合 CK 这两个就特别好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是特别常用的一个字母的组合 发音是唯一的固定的直接发K就行了 所以你看啊 这个单词 这个发N这个发O CK发K N O NOK 前面有个不发音的字母K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关于这里的像这种字母组合呀 对吧 会有字母的发音规则规律 还有我们讲过的这种啊 略读这种规则呢 在我们玩奖的发音课当中 都有详细的总结 还有专门的一个训练 来 朋友们 这个单词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记得打卡 学会两个字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学玩奖的发音 那你可以学下老师玩奖的发音课四合一 好 我是He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